說這個道拉越長啊 越有強烈的效果 它就是一個非常美麗的效果囉 哇你美道 你搬哪道 隔離道 在開始前還是要跟大家提醒喔 大馬 它的名字就有個大字了嘛 所以它是個很大的國家啊 東南西北 每一個州之間都有不一樣的語調跟說話的方式 所以說我今天講的內容呢 只限於我身邊我聽到的大馬朋友呢 他們講話的語助詞 不代表每一個大馬人都這樣講話喔 OK 那我們直接開始 首先第一點呢 第一點這個很簡單啊 做麼 這樣 做麼跟這樣呢 它其實是兩個不同的字喔 但是為什麼我們要一起講呢 因為他們常常呢 會被放在一起使用 做麼就是 做麼 做什麼 幹啥 通通呢都叫做做做麼 這樣我認為對於講中文的人啊 其實不太難理解喔 它就是這樣的意思 但是今天注意它的發音好不好 大家如果看過第一集的話知道 要發什麼音呢 沒錯 所以呢就是 這樣 這樣要發對音喔 那這個字要怎麼使用呢 那這個字要怎麼使用呢 可以不要這樣蛤蜊嗎 那怎麼跟這樣合起來怎麼使用呢 那怎麼跟這樣合起來怎麼使用呢 喂你怎麼這樣廢喔 這樣有get到嗎 get到來看例句咯 喂怎麼 這樣難過的 哎喲 剛剛給馬達中什麼了 很水耶 你怎麼沒有給他高筆錢啦 第二個叫做 罷了 罷了呢它其實就是字面上的罷了的意思 但是我們講罷了的時候呢 通常都會是這種情況 不過就是一個女人罷了 有不要這麼難過嗎 我們通常在講罷了的時候呢 有一點類似於 算了的意思 但是大馬人的罷了 他們直接翻譯成我們講的話 比較像是而已 舉例來說 哇你這包包幾多錢呢 這個咩 三四零一罷了 第三個叫做 不懂 不懂你懂不懂 不懂就要來懂一下咯 基本上我們講不懂 大概的意思就是 I don't understand 這樣子咯 但是大馬人呢 將這個不懂的意思 給他昇華去了 他們的不懂呢 犯子 不明白 不了解 不清楚 不知道 不曉得 不確定 以上這些意思呢 通通濃縮到不懂 兩個字裡面 你看大馬人他們是不是很聰明 舉個例子你馬上就懂 煮掉到水裡有什麼聲音 你知道咩 不懂 對 哇你怎麼這樣不懂 沒有啦 講笑吧了 呃 前面三個呢 我認為都比較算是簡單易懂型的 但是在第四個這個重點 我可能就是請大家 真的要把你耳朵長大一點咯 要長多大呢 跟我的鼓鼓巴一樣大就夠了 哇呢真的是挺大的咯 我把它歸列成一類叫做 由廣東話直接翻譯成中文的 中文 台語來舉例 你們可能會聽得比較懂一點咯 呃 我們說小漢 我們不會直接說細漢嘛 哇你細漢的時候就鼓嘴耶 講免驚 我們也不會講免驚嘛 聽都沒有 我們也不會講聽隆吾吧 我講聽隆吾還真的聽隆吾 但是今天在大馬 呃有很多詞語是由這個廣東話直接翻譯成中文的用法 第一個 先 先 欸這個字 它就一個字啊 我們中文也會講先咯 但是他們的先呢 永遠擺在這個動詞的後面 什麼意思呢 我們講 我先吃飯 他們會說我吃飯先咯 比如說我先去洗澡 我去洗澡先咯 對 就是這種感覺 先擺在後面 這其實跟泰文的文法呢 也有點類似喔 泰文的先叫做 比如說先吃飯 他們就會講 好啦我知道沒有人想聽這個 OK 呃我讓自己看見像白痴 如果大家對泰文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去右上角的 Information Card裡面呢 尋找我的泰文教學系列 OK 我們回歸正題 擠 擠什麼什麼 擠漂亮 擠厲害 那它通常呢會跟 一下 來做一個配合的使用 擠一下擠一下 時間就跟乳購一下 擠一下就有了嘛 哇你真是擠冷一下的 哇你真是擠冷一下的 哇你真是工作擠好賺一下的 倒 什麼什麼倒 這個副詞也是放形容詞的後面 據說這個倒 拉越長啊 越有強烈的效果 它就是一個非常 vary的效果囉 哇你沒倒 你搬哪倒 隔離倒 那當然還有其實有非常多的字 我今天沒有辦法一下子 跟你們大家講 怕你們大家記不住 什麼 什麼 吃飯了嗎 我跟朋友出來吃飯 跟誰 什麼 想吃那個gary哦 不懂 那個香蕉人 那個gary 哦那個gary的gary 對 就是那個西北夠力的gary 哦 他beta很多的 beta和他了 一個手還來的 我去啦 哇你老耶 做麼做人這樣沒情調的 來一下先啦 做麼一定要我去 沒有啦 我們吃飯錢 擠跪一下咯 就你來寫一下啦 幾多錢呢 三百五十人 一八了 喂 喂 喂 What the X